找老伴现在啥呢 找的是亲情 不是爱情了 没爱情 你爱情已经给别人了 给过去的丈夫 给孩子 对不对吗 你那是爱 那是真爱 从心里的真爱 现在有啥爱情呢 就是亲情 对不对 像哥们就是 你是我姐 我是你弟弟 咱俩是这么出来 她还听了大爷一番言论 属实给咱大妈整迷糊了 这相亲找老伴的 咋还整出个弟弟了 人家可是来找暖床爷们的 不是给你俩跑着拜靶子来了 搞得七集也有点 这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咱这是找对象的节目 不是寻亲级别整叉纰漏 下面就先来瞅一下咱的男主人 邓明磊60岁离一 退休金3.3个钱 长春是有房无负担 红娘刚到邓大爷家 就被屋里的环境震惊到了 这么板能啊大哥 熟悉的啊 挂的也太板能了 裤子啊 绑一边半年袖 我是三天 通通为收 我洗涮一遍 这是地人什么 屋里通通收拾的 你看我这个 卫生件 这个是洗衣上这啥呢 洗衣离头的时候 摄个十多片 和水脚 对消费毒 要不对身体也不好 就洗完背后露 就背后露铺完之后 就是每个礼拜 拍一次 人家说有假干净有真干净 大哥你是真干净 我真干净啥 谈不上我可不是干啥 这光头大爷属实讲究人啊 以女人还爱干净 真不是吹的 别看是光棍条子一个 但人家家里 家外包括她自己的 都收拾得板板正正 立立所所的 不像七七那屋子 我妈整天嫌我埋腿 像住我似的 但大部分都是我妈给我食道 哈哈 世上只有妈妈好 那么如此勤劳能干的 邓大爷 究竟想找个啥样的媳妇呢 我批我瘦大点的 用来它只疼 只热 思想啊 这个状态啊 比较稳定一些 大个三岁四岁以内 对对对 三岁以内就行 头一点 这个演员得过去 第二个 得就身体好 第三个 他得会做发 以后吧 没有什么爱情了 就是亲情 你有病 我给你拿一瓶药 我有病 你给我端杯水 俩人就是过后半生了 该说不说这大爷的择偶标准 还真和一般老头都不一样啊 大多数手里不缺钱 老头都想要岁数小 还得长得年轻貌美大长腿 但咱邓大爷就想找个岁数比他大低 既然老头张口了 咱红娘就得办到 于是就找来了大他三岁的贾大妈 贾叔梅63岁丧偶 退休金2.7个千有方 是罗子是马咱高低的 拉出来溜溜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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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换吧 不用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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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就是客 随便 做了老板 我姓邓 我叫邓明磊 我是62年生的 你是62年生的 我是熟虎的 咱俩我平大 我是猪的 你熟 哎呀猪是干啥呀 猪跟虎挺般配的 挺合啊 对挺合啊 俗话说的好女大三抱金专 这老头也挺会唠嗑的 一阵骚操作长的大妈也是乐得发电 咱老太太这不是老牛吃嫩草了吗 一瞅之南方就比她长得年轻 大妈赶紧拉着红娘出来也是笑得不行的 小三岁 嗯 你对年龄这个 我没啥看法 头一次找个小的 有点 受手若惊的 那咱就是说大妈您先别高兴的太早 事出反常必有妖 一般故事开头进行的太顺利的话 最后的结局都不会太好 任大爷只是说你俩属相比较好 但没说你俩颜值性格也合适啊 毕竟男人至死是少年呀 你这穿衣打扮和外貌也没长到大爷心里 人倒挺好 一看就是朴实 这是一个过日子眼 一看就是挺本分的 这两元没有啊 个儿 第一个个儿 第二个没眼缘 哥这闹那老头子 你想找个啥样的 七仙女你喜欢不漂亮还有低位 天天抱着你那聪明的一羞的脑袋 瞎琢磨啥那帖子 眼看大妈这边就要非你不嫁了 你给老太太又玩大反差呢 紧接着老头也不墨迹了 直接给咱假大妈摊牌了 跟着随之而来的就是她的POA模式 我找这个老伴吧 就是为了啥呢 头一个是演员 第二个吧是身体好 第三个吧 他得会做点范儿 找老伴现在啥呢 找得去亲情 不是爱情了 没爱情 你爱情已经给别人了 给过去的丈夫 给孩子 对不对吗 你那是爱 那是真爱 从心里的真爱 现在有啥爱情呢 就是亲情 对不对 这哥妈就是 你是我姐 我是你弟弟 咱俩是这么出来 那到底是哥姐 还你说是老二人 不是 我说这是亲情 就是现在过的是亲情 哎呀我累个去 这大爷真是个高手啊 好家伙这一段洗脑洗的 也是没水的 给七七都捞迷糊了 这老头子应该是做思想工作的吧 对着大妈卡卡 一顿说也是没水的 情商这一块还得你大呀 继续婉的拒绝了女方 还维护了女方的面子一举两得 七七觉得找对象 还得多看看这些大爷当啊 长些知识学到有备武患 以后总会用得上低 只能说跟大姐说是只能做个朋友 演员还是没过去 我就说话就是直 要是演员过去的话 哎呀这个事不这样 绝配啊 没事 大姐这其实看大哥还挺不错的啊 嗯 那好了谢谢你啊 谢谢啊呀 以后就是我的亲姐一样 对不对 好好好 那好了 好 再见啊 这回大妈老伴没相成 反倒给自己认了个弟弟 这上哪说理去啊铁的呢 谁懂啊只能露出礼貌 不是尴尬的微笑 白白就白白下一个更乖吧 相如以沫不如相爱 与江湖不再见了 老弟也看出来了 他这也不是找老伴的 是想找个不用发工资 又漂亮的暖城保姆 都是半路夫妻了 也不再要二胎三胎了 这么好看能当饭吃么大呀 再说就是给你找个那样式的 你能养住啊 拜别了贾大妈后 红娘也是帮人帮到底 又给这光头男介绍了一个女人 这个大妈和上个大妈一个姓 贾玉香61岁离一 老宝退休工资1.8个钱 你好你好 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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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儿倒行 你看个儿也行 体格也行 就是没演员 没有那个心动的感觉 我去你奶奶的大脚趾斗啊 糟老头子你咋这么多是条子呢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是不是就觉得你自己行啊 还想找个岁数大一点的会疼你的 还得会洗衣做饭家乌样样行的 还得年轻貌美能领的出门自带工资的 我愁你属实是长得不美想得美呀 心里一点鼻鼠都没有我呸呸呸 许愿池里的王八都没你会开牙 但你别看这大妈的头型有点非主流 整个零几年最火石的发现 你对人家挑三浅四只不忠那不行的 任大妈这边还没相中你呢 第一眼是丑的脸不是我喜欢那些 但是脸上有麻烦的一些疼 那个你还挺在意的 嗯在意 看你下眼睛都有一圈黑的 这还真是你串串串都是什么 再走到还支不出来要 好像还会有点毛呢 哈哈哈哈听了大妈埋态的老头 属实真解气啊朋友们 感觉这邓大爷在女方眼里是啥也不是 哪哪都没相中这光头呢 从头到脚没啥好地方和闪光点 紧接着咱红娘小调皮也是不惯着老头来 直接把假大妈指出的问题 原封不动的转述给了她 你那时候在跟我说注意到 首先是眼圈感觉发生意 感觉你走到可能有点挫背 腰是不是可能不太 我这个是啥呢 腰间盘 这个腰间盘非常的就厉害 就两三年一饭非常疼 第二个吧 我这个眼圈没看吗 有那个黑点吗 就是那个那叫 医学叫满踪啊 我总带镜的 就是带镜卡 这个边的就是镜子满踪 然后那个叫什么 曲满灵啊什么 我可不整的 这么大事就是 我也不是十八个呢 我扯那 不是要注重自己的形象 啥有啥形象 那一点 你到多大岁 给人都有点自信的 我有啥形象 她姐也是觉得 多大岁的时候 我都得注重形象 对 我就是到硬是 我得注重形象 他就不在意了 真是两个母牛病排走 不是一般的牛逼啊 咱红娘也是个耿直girl 不管好听的 难听的都当面露 丝毫不再顾忌 这遭老头的面子 整得瞪大爷 也是唱戏的腿抽筋 属实下不来台啊 这时大爷也是 不再嬉皮笑了 直接给女方 下达了主客令 当个朋友吧 女方 主要俩也远远的到 那就麻烦你了 我来说啥 我来说啥 好好好 你替我送上吧 我说大爷 你的身是疯主呢 咋的连送都不送女方了 你整这一出属实没格局啊 咋的就许你埋他大妈们 不许人家对你提出看法啥的吗 该说不说你挺双标的 怪不得你找不到对象啊 就这点气度和格局 你还是担着吧 不行老弟中筹花 点钱给你整个假发带上 别顶着一个赠名发亮的 大脑袋就开牙 想不清楚自己差哪了 就搁家呆着吧 别出来遭人反了刑部 看到这老铁们有啥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畅所欲言 关注七七不迷路 老弟带你还翻天 咱们下期精彩再会了